刚才我们说到警方决定要行动 上船去查一查这到底是不是一艘堵船 连续监控的第四天 警方发现那辆商务车又出现了 并且明显是一路风尘仆仆又接了人上船了 同时警方确定船主宋某的这天也登上了船 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警方迅速开始制定登船计划 一旦我们不是隐蔽性的靠近的话 被他们发现的话 他们肯定要跳河 中间的水都有七八米深 这样的话跳河的风险非常大 是啊就算船上面真的是非法剧毒的古法分子 但是他们的生命安全也需要得到保障 所以警方就决定来个出席不易 首先不从码头直接登船 而是准备另外一艘船进行伪装 趁着夜色突然靠近 第二就是在码头以及周边各主要道路安排外围人员 第三就是准备好救援人员 这边有一组队员专门是准备救生圈救生医救生生所 配合苏州蓝天救援队他们这边的人进行搜救 晚上11点 二十多名警方人员登上了伪装船 悄悄地向神秘大船靠近 第一组八个人登船线 中十六十九的人我们这时候在负责十九 你们千万不要贸然下水 你只要负责扔救船圈 可是就在这个靠近的过程当中警方发现 他们遇到了一个极大的难题 没错咱们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您是神秘大船上的人 看着另外一艘船不正常行进 而是不停地靠近自己 那肯定会觉得奇怪呀 就在警方发愁的时候 没想到就像是老天爷伸手相帮一样 突然有几艘运游的船出现了 这下可好 河面上有好几艘船 美装船终于不那么显眼了 在靠近的时候 我就听到他们的船长帮风的人说 有的人帮风的人说 是不是来撞头 但是呢其中有一两个帮风的人 不可能的 咱们是来见货的 您说是不是太巧 趁着这个机会 警方迅速靠近 一不作气 登船了 船上的人都还没反应过来呢 这个时候突然看到有人登船 一下子全傻了 拔腿就想跑 可是警察都到你们眼前了 哪还跑得了啊 仅仅一分钟的时间 警察就把整艘船的船头 船尾 机舱全都控制了 接下来就是船舱了 警方迫不及待的 就想进去看看他的真面目 当警方打开苍萌的那一刻 里边原本热闹非凡的 欢笑笑语似乎一瞬间全都停了 而警方看到的 也确实就像是来到了 与船外截然相反的另外一个世界 这里头人头环动 防守估计也有50来号人 并且充满着至最精力的气息 就是比如说看这个赌神的包括一些 由于就是港台这种 比如说影视片 真的跟里边是一样一样的 不值得富力探索 像皇宫一样 里边装修得很豪华 灯光很明亮 就感觉到反差比较大 首先一下楼梯它是一个茶座 接下来它有四个是赌百家乐的赌台 这个赌台都是按照赌场里面这种设计的 包括有发牌的盒子 包括一些计分的 包括一些电脑 这些都是一应俱全的 完了四个台子最里头是一个吧台 就所谓更换筹码 还有工作人员比如说切水果 吃的 它这里面都有的 如此奢华的一个水上移动赌场 着实让人震惊 而警方也对现场的50多人进行了询问 发现其中有30多个人是工作人员 其余20多个是被车从四面八方接来的赌客 这样的规模能拉来这么多客人 这赌场肯定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呀 那到底是谁在这里办的赌场啊 它又是具体怎么运营这个赌场的呢